大家好,我是Ruby 我今年28岁 是一名全职的表画老师 我去年刚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目前主要是教课,教表画 教一些烘焙兴趣班 还有请海外的一些蛋糕师傅来教一些课程 我做烘焙行业 大概有一个五年了 然后是去年才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我其实原本是记者 然后是做电视制作的 只是机缘巧合之下 就开始接触了烘焙的这一块 其实也真的是一个巧合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在等开工 我就在那一个月的期间 我帮我朋友做了他的婚姓蛋糕 结果反应很好 然后想到说 其实自己年纪也不小 然后一直没有能力 让自己的父母过上很好的日子 如果只是靠我打工的话 我觉得我要让我爸爸妈妈 享福的这个事情应该还要等很久 我自己很有兴趣在烘焙的这一块 那倒不如就开始创业 就想说先卖看蛋糕怎么样 也在朋友的鼓励下 就决定说好吧就试试看吧 就其实也只是用了那一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而已 那一个月我就不断地问我自己 我到底要继续找我的梦想 还是要完成理想这件事 我12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说 我要读传播这一块 我要到台湾去读大学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说在传播这一块 然后可能也没有这么大压力 毕竟做生意很大压力 我第一个月收入不好的时候 家人也会给不少的压力 也想了很久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 九把刀写的一句话 人有时候要放弃梦想 才会找得到理想 那时候理想真的就是 想让家里过好一点的生活 就想说多赚一点钱 我很怕那种子欲养而情不在的那种感觉 因为爸爸妈妈也真的不年轻的 家境也没有很好 可能迟连妹妹也要上大学这样子家里 可能就没有办法要供她 我就想创业的话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也不要想说太多的顾忌还是什么 你要怎么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 你一定要有一个专场 你要给人家一看到这个东西 就想到你 这样就代表你成功了 其实一开始的三年里面 我都在找我自己的定位 所以后来我才 找到了表华的这一块 然后我就一直往这个方法 这个方向去转眼 就大家来找妈妈 个人的话 都是要上表华的课 或者订表华的蛋糕 我一直会相信说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 都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然后每一次即使是失败 你也要从中学习 你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一定有原因的 一定有原因的 一定有原因的